作为内娱综艺的领头羊 芒果在殷宗领域的成绩和口碑尤其突出 殷宗还得是芒果这句话早已经深入人心 2020年我是歌手官宣停播后 芒果一度失去了内娱殷宗的霸主地位 但仅仅是两年后的2022年 芒果就凭借生生不息强势回归 再次竖起内娱殷宗新钓杆 第一季的《港岳记》虽然有强烈的献礼属性 但芒果很好地做到了献礼、科普和殷宗的平衡 前辈歌手宝刀不老 新人歌手表现不俗 实现了歌手、节目组、金主的三方共赢 《港岳记》之后 《宝岛记》的阵容虽然备受诟病 但与国内现存的其他殷证相比 芒果依然诚意满满 如果说《宝岛记》都不是好殷证的话 那那日真的没有好殷证了 一季节目根本难以完全展现港岳和宝岛音乐 所以这两个戏分领域一定还有续集 而且何炯开玩笑提到的《西马记》 大概率也会被安排 宝岛记收关后 观众们一度很好奇 声声不息第三季会是什么主题 如今答案终于揭晓了 那就是中华季改名后的嘉年华季 而且节目已经于11月22日进行了首期录制 嘉年华的阵容已经不是秘密 首期节目共有14位歌手亮相 分别是毛阿敏、韩红、孙楠、黄启山、古巨姬、胡彦斌、王兴林、谭维维、陈楚生、张琪、汪苏龙、玉可为、周深和宋亚轩 其中网传除了毛阿敏和张琪外 其他12人都是嘉年华季的常驻歌手 当初毛阿敏被曝将加盟嘉年华季后 不少观众都感叹芒果确实有两把刷子 《浪姐2》开始与纳英合作频繁 去年的时光音乐会2请到了久未露面的田镇 如今又说动了同样鲜少参加殷宗的毛阿敏 内地歌坛三大天后都被芒果请动了 但可惜的是毛阿敏被曝仅仅是嘉年华季首轮录制的飞行嘉宾 韩红和孙楠无疑是这一季的两大家长了 一山难容二虎 这样安排也算合理 值得一提的是 网传嘉年华季第二轮录制的飞行嘉宾是张碧成和阿云嘎 又是两位之前加盟过歌手的嘉宾 看来导演洪孝在指导歌手期间确实积累了不少人脉 阿云嘎近两年活跃在音乐剧行业 而张碧成则频繁亮相于老东家浙江卫视的殷宗 兼具人气 国民度和实力的他 其实更应该多多参加芒果的殷宗 他加盟浪姐的呼声每年都很高 希望明年的第五季能看到他与芒果双向奔赴 相较于港月季和宝岛季 正如嘉年华季的名字一样 首期录制的选曲有很强的时代印记 比如被曝光的《相约1998》 《一封家书》《黎巴强的影子》《上海滩》等 以及大合唱《再希望的田野上》《大中国》 当初中华季这个名字被曝光时 相信不少观众就能预料到 选区可能走的是这个风格 但至于正片开播后能否兼得热度和口碑 就看节目组和歌手们的发挥了 毕竟第三季的阵容除了熟面孔多之外 整体实力方面没毛病 当然了流量属性很强的宋亚轩 已经遭遇了不少质疑声 但贷款嘲讽本就是不可取的 更何况从首期录制的观众曝光来看 宋亚轩搭档谭维维合唱的《山河图》备受好评 谭维维驾驭这首歌当然没难度 但是宋亚轩惊艳了很多路人观众 唱功 态度 舞台表现力和表情管理 都拿捏得十分到位 他有望在首期节目就惊艳观众 上演口碑大反转 作为已经是国民级英宗生生不息的第三季 嘉年华季的上星首播时间可能是12月2日晚间10点 网播时间目前没有消息 但应该还是不会台网同时播出 殷宗的成败与否 阵容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尽管嘉年华季被吐槽是《我是歌手》的回炉再造节目 但如果抛开这一点不谈 这一季的阵容其实完全不输港月季和宝岛季 甚至更强 正片依然值得期待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依然是年度爆款 我们的歌舞AB组混战 上下位组划分明显 大张伟在放大招 冠军预测人嫌其无望 随着声声不息的热播 一股音乐综艺的热潮席卷而来 将观众们带入了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 这档节目不同寻常 采用了特别嘉宾形式 让整个综艺圈为之一震 在这场综艺风暴中 不仅有观众的热气期待 更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争议 正如一场音乐盛宴的前奏 节目组通过引入特别嘉宾机制 成功地为生生不息赋予了崭新的火力 这一机制的采用使得每一期都充满了期待和惊喜 观众们兴奋不已 随着节目的热播 一系列特别嘉宾的名单也悄然浮出水面 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网络上 飞行嘉宾名单的曝光 成为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从刘德华到陈慧贤 从荣佐到王源 各种知名人物的名字 被牵动着观众们的神经 这样的炒作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引起了轰动 但也在不少网友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对于流量艺人的大量涌入 网络上开始涌现出一片质疑的声音 观众们纷纷表示 音乐综艺应该注重歌手的实力 而非过多地依赖流量 这种质疑不仅表达了对音乐品质的担忧 更是对综艺制作方向的一种呼声 在众多嘉宾中 实力派歌手备受期待 他们的名字成为了网络上的焦点 伍柯月 陈乐基 许静韵 汪小敏 苏妙玲等一系列实力歌手 他们的加入为整个综艺增色不少 观众们期待着这些实力派歌手 能够在舞台上展现出最真挚的音乐才华 而在这场音乐综艺的盛宴中 客舟球剑组合的表现也异常亮眼 观众们不禁期待着 秦深深再次合体的瞬间 这也让整个综艺的氛围更加燃烧 然而 正当观众为音乐综艺的繁荣喝彩的时候 一些冲突的背景也逐渐浮现 观众开始对节目组用口碑换流量的做法提出质疑 认为过多的流量艺人影响了实力歌手的舞台分配 这一观点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开来 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而关于飞行嘉宾名单的真实性也成为了另一个热点 有人表示部分嘉宾的可能性较高 但也有人怀疑其中的一些名单是否真实可靠 这种疑虑使得观众们在热切期待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一些不确定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 观众对流量艺人的实力和是否适合音乐综艺的疑虑不断升温 他们希望综艺制作方能够更加注重歌手本身的才华 而不是单纯追求知名度 这种期待也是对音乐综艺更高品质的一种期许 而与此同时 秦深深组合的表现场景也备受关注 观众们对周深参与的期待 与他目前在其他综艺中的活跃情况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 这个矛盾成为了观众们思考的焦点之一 也引发了不少关于艺人选择的讨论 综艺的热度在这一系列的冲突和争议中达到了巅峰 观众们对节目的期待与质疑相互交织 使得整个音乐综艺充满了动态的张力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禁要思考 最期待的飞行嘉宾究竟是谁 是知名流量还是实力派歌手 这或许成为观众们在这场音乐综艺中共同探讨的话题 总的来说 声声不息的热播带来了音乐综艺的全新体验 而众多的争议也使得这场音乐盛宴更加丰富多彩 观众们的期待和疑虑成为了推动整个综艺向前发展的力量 而在这场音乐盛宴中 我们看到了观众们对艺术和娱乐的独特追求 尽管争议分支踏来 但正是这些争议让整个综艺行业变得更加生动有趣 随着观众对节目组的质疑 对口碑与流量的平衡 也成为了综艺制作方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这个问题上 如何在追求知名度的同时保持音乐的高质量 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难题 或许正是这样的矛盾与挑战 使得生生不息更具有引导综艺行业发展的责任 网络上飞行嘉宾名单的曝光 看似是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 却也引发了观众对真实性的疑虑 这一问题反映了观众对综艺透明度和真实性的要求 对此 综艺制作方或许需要在公开嘉宾名单的同时 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回应观众的关切 确保观众们能够更加信任并参与到这场音乐盛宴中 实力派歌手的备受期待也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观众对音乐的追求 这不仅是对歌手个体的认可 更是对音乐本身的真实 观众们期望在音乐综艺中听到更多深刻 有质感的音乐作品 而实力派歌手的加入正是满足了这一期待 客舟球剑组合的亮眼表现和观众对秦深深再次合体的期待 则将整个综艺推向了一个高潮 在这个过程中 观众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情感共鸣 音乐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 使得整个综艺不仅仅是一场观赏 更是一场共鸣与情感的碰撞 综艺的热度和争议并存 正是因为观众们对艺术品质和娱乐价值的独立思考 他们在喧嚣中发现自己的声音 对流量与实力的辩证思考 对综艺制作方的监督 都是对音乐综艺更高层次追求的表达 最后 当观众们思考最期待的飞行嘉宾是谁的时候 或许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关于某个明星的选择 更是观众们对音乐综艺未来发展的思考 这个问题引导我们思考 音乐综艺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吸引观众 如何平衡流量与实力 以及如何在娱乐的同时 传递更多有深度的文化价值